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从目前那样子看 梁洛诗也不可能和别人在一起 他现在不缺钱 所以在精神上可能想追求更高的境界 李泽凯年轻时候很爱玩 对感情不重视 不过他现在已经快60岁了 思想变得更加成熟 身边也需要一个人来照顾他 那么婚姻是个很好的选择 因此李泽凯跟梁洛诗其实应该在一起 这才是最好的结果 过去很多人都说 李泽凯事业成功 那么最大的赢家就是梁洛诗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李泽凯跟梁洛诗生了三个儿子 同时两个人虽然分手了 但是梁洛诗并没有嫁人 李泽凯现在也没有女朋友 他也没跟其他人生孩子 等于说李泽凯现在资产越多 以后梁洛诗的三个儿子就可以继承越多 梁洛诗比李泽凯小20多岁 那么未来梁洛诗就是第二个干比了 这是很多人之前认为的情况 可是实际上如今局势已经不一样了 为何这么说呢 梁洛诗现在已经是开始信奉佛教了 他近期才穿着居室的服装 去参加了一个佛教活动 现在他还在里面认识了很多朋友 梁洛诗看着是真在完全信佛了 他除了参加佛教活动 认识了很多这方面的朋友外 他还参加了香港一个叫做无像之像的画展 梁洛诗亲自画了一幅佛像画参展 同时梁洛诗说 自己的目标是两年之后 要自己举办一个佛教画展 梁洛诗看起来估计是不会回头了 梁洛诗这种信佛跟李嘉诚那种可不一样 李嘉诚都是有大智慧的人 他们信佛是因为他们认可佛教里面大慈善的东西 可是他们平时的生活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他们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 不过他们会把佛教的慈善之心运用到自己平时工作中 或者跟生意中 让自己的事业去帮助更多人 梁洛诗自然没有这么高的见识 他如今信奉佛教 更多是因为需要一个精神的寄托 梁洛诗如今也是无欲无求了 对于李泽凯来说 梁洛诗皈依佛教了 他未来可能就会成为孤家寡人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李泽凯已经是58岁了 他现在也是单身一人 虽然李泽凯跟郭家文都没有明确分手的消息 但是郭家文已经付出工作了 那么他们大概率就是分手了 李泽凯这几年的状态跟年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李泽凯身边的女朋友是一个接一个 可是自从李泽凯跟梁洛诗分手之后 他就只有郭家文一个女朋友 李泽凯年纪大了 对于女人的需求也在改变 如今他的心思都在事业上面 可是李泽凯也不年轻了 等以后年纪更大了 身边总是需要一个女人 李嘉诚在妻子去世之后虽然没有再结婚 但是至少他也有周凯璇这个红颜知己 李嘉诚如今生活其实更加依赖于周凯璇 而不是依赖于两个儿子 李泽凯现在才58岁 在事业上是年富力强的日子 可是再过十年 人肯定是要走下坡路的 那个时候李泽凯肯定是需要一个女人来照顾他的 这是人的正常需求 李泽凯现在事业已经如此成功 而且他现在对女人也是开始谨慎了 李泽凯跟梁洛诗生了三个儿子 他现在肯定不会随随便便选择一个女人 李泽凯已经不是年轻时候的李泽凯 对于李泽凯来说 其实如今梁洛诗成熟了很多 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刚刚出道的梁洛诗 李泽凯跟梁洛诗也生了三个儿子 两个人当年感情也是非常好 只是李泽凯那个时候喜欢自由 不愿意结婚 梁洛诗又不愿意无名无分跟着李泽凯 于是两个人最终就分手了 两个人分手之后 梁洛诗带着三个儿子去了加拿大 这两年梁洛诗带着孩子回到香港 他们也是生活在李泽凯提供的豪宅里面 这套豪宅是李泽凯当年耗费了两亿多建成的 如今市值也是超过了20亿 这套豪宅也是香港的十大豪宅之一 被誉为红木屋别墅 梁洛诗回到香港之后 李泽凯也没有表态 要跟梁洛诗附和 李泽凯没有表态 梁洛诗似乎也一直在明示暗示 可是李泽凯却没有说什么 所以梁洛诗如今也是只能选择皈依佛教 寻找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对于李泽凯来说 梁洛诗如此选择 也是两个人之间纠缠十几年的一个终结 以后大家也不用幻想对方了 梁洛诗或许还在等着李泽凯 可是李泽凯如今的心思不在这里了 如果到了十年之后 李泽凯突然改变主意了 那个是梁洛诗却没有这个想法了 不过人也是没有办法后悔任何的决定 以李泽凯的个性更是如此 比如说李嘉诚这么多年一直单身 没有跟周凯璇结婚 他也肯定是不会后悔的 李嘉诚比李泽凯幸运一些 因为周凯璇愿意无命无分跟着他 可是梁洛诗却始终不愿意如此 据说当年是梁洛诗主动要离开的 李泽凯并不愿意梁洛诗离开 同时他也曾经挽留过梁洛诗 只是李泽凯不愿意为梁洛诗改变自己 不结婚的这个坚持 此前梁洛诗经常在网上发一些照片 来暗示李泽凯 但是李泽凯始终没有做出回应 而且从目前的样子看 梁洛诗也不可能和别人在一起 他现在不缺钱 所以在精神上可能想追求更高的境界 李泽凯年轻时候很爱玩 对感情不重视 不过他现在已经快60岁了 思想变得更加成熟 身边也需要一个人来照顾他 那么婚姻是个很好的选择 因此李泽凯跟梁洛诗 其实应该在一起 这才是最好的结果 即使是李嘉诚 身边也需要一个人来照顾他 他的妻子庄月明在30多年前去世 此后李嘉诚始终没有再婚 不过他却跟周凯旋相识 两个人一直保持着暧昧关系 但是却没有娶他 一直以来 李嘉诚跟周凯旋都彼此依赖对方 李嘉诚在很多重要的场合 都会让周凯旋陪他一起去 而在生活中 周凯旋也经常在他身边陪伴着李嘉诚 其实李嘉诚不是乱情 他不会交往很多女朋友 只是他这把年纪 身边必须要有一个人 不得不说 李泽凯现在似乎正在朝着父亲 李嘉诚的道路发展 虽然他过去是个风流少年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李泽凯变得越来越成熟稳重 他已经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事业上 身体也是非常健康 但是李泽凯还是要面对现实 因为到了十年 二十年以后 李泽凯一定会变老 到了父亲那个年纪的时候 李泽凯要是还单身一人的话 那其实晚年生活会很凄惨 没人陪伴的滋味是很难受的 李泽凯的身边 早早晚晚都需要一个女人照顾他 与其等到以后找一个 不如现在就跟梁洛诗复合 因为毕竟两个人有多年的感情基础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还有三个孩子 现在就复合的话 直接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 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矛盾就在 李泽凯现在依旧是个不婚主义者 当年梁洛诗主动提出分手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过现在两个人年纪都大了 思想肯定有了一些变化 梁洛诗能够带着三个孩子 从加拿大回到香港 就说明他还是有复合的意思 只不过李泽凯始终没有表明态度 这也让梁洛诗左右为难 现在他实在是等不起了 于是就把感情寄托在佛教 在精神上寻求慰藉 对于梁洛诗跟李泽凯的三个孩子来说 他们是幸运的 可是他们也是不幸的 他们一出生就是含着金钥匙 每个人未来可能都至少得继承千亿 可是他们也是不幸的 他们从小就去了加拿大 不能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长大 他们常年都是只跟母亲生活在一起 他们很少跟父亲接触 当然这一切也都是李泽凯选择的路子 他不愿意结婚 那么他的儿子就肯定要面临这样的生活 其实这样的生活下 对于儿子的性格成长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至于未来李泽凯的三个儿子 到底能够发展成什么样 那目前就很难说了 如今李泽凯的生意越做越大 公司准备上市 上市以后 他的个人身价可能超过1500亿 身价暴涨的他 财富又跨越了一个阶级 工作更忙 根本没时间谈恋爱 而他年龄也大了 不想谈恋爱 一个人凑合过 不注意形象 穿得比较邋遢 衣服穿了一年又一年也不换 另外就是 随着三个儿子的长大 李泽凯要格外注意自己的形象 不能总和美女同框 天天上新闻头条 被儿子们看见影响不好 对他们是一种伤害 孩子们都不希望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 跟别人在一起吧 不管什么原因 反正看到不舒服 心里会有阴影 以前三个儿子小 李泽凯还可以大胆地跟美女谈恋爱 但现在不敢了 得注意自己老父亲的形象 加上李泽凯年龄大了 56岁 接近60岁 身体机能各方面下滑 没有精力去应付女朋友 宁愿单身一个人 他如今的状态 确实不像年轻时 真是老了 说明他对美女不感兴趣了 一心拼事业挺好的 年轻的时候风流过就够了 果然都说 人不风流往少年 老了就本分一点 否则晚节不保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展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